在我看起来短视频只不是电影的眼神物 那么今天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伴随数码转型的发生电影死了 但是又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电影无所不在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影像时代 或者说海量的影像 不断地向我们冲击 不断地把我们包围 不断地把我们淹没的这样一个时代 短视频确实只是电影的眼神物而已 所以我不觉得它会和电影相遇 我并不觉得有这样一种方式 因为电影是工业时代的发明 电影是一直一个伴随着技术进步 而不断地自我衍生 自我改变的这样一个艺术 所以有一种说法我很喜欢 就是电影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 最虚怀若骨的一群人 我们大家经常可能听说电影人很狂 很张狂 很狂妄 但是其实人们经常忽略掉了 真正优秀的电影人必须非常非常谦虚 必须非常非常敏感 必须不断地感到世界的变化 技术的进步 必须不断地学习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 电影一定会向发生中的一切学习 也包括短视频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 短视频只是电影的碎片而已 大家好 我是戴景华 欢迎大家来到北大学堂APP 观看我的讲座 《雷界幽灵》与21世纪的电影 同时北大学堂推出了 个人定制深造培养计划 所以欢迎大家来关注 北大学堂的公共号 寻找一个制定自己专属的 学习方案的机会